上月招美领导人金正恩和特朗普历史性的会晤落下为幕后,全世界目光都转向了金特会的下半场,聚焦招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和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具体进程。 终于,在招美首脑会晤结束20天后,双方在传出大的进展。 据报道,白宫法言人桑德斯7月2日表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于7月5日出访朝鲜,并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和他的团队举行会晤。 这是特朗普6月12日与金正恩在新加坡会晤后,内方首次派高官复朝,也是蓬佩奥本人年度的第三次访朝。 如何看待特朗普和新木聊蓬佩奥的评论之旅,张美之间会否刀成一致,给出具体的无核化时间表。 直到三天前,两国官方间的互动,终于出现了大的动静。 与韩国媒体报道,张美双方7月1日在板门殿朝方一侧的统一格举行超美会谈,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金城和朝鲜外雾胜附像催散机等与会。 那么,金特会后,张美之间互动的进展到底如何?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张美这段时间的进展,特朗普也是持乐观态度的。 这一位者,从特朗普本人的表态和国务院的评述来看,金特会后,张美之间的对话和沟通并未停滞。 6月12日,金正恩与特朗普在新加坡举行会晤,视觉中国资料图。 至于朝鲜方面,在6月19日访问中国时,朝鲜最高领导人金定仁表示, 前不久举行的张美首脑会晤,取得符合各方利益和国际社会期待的积极成果。 如果双方能一步步扎实落实首脑会晤共识,朝鲜半岛无核化,将打开新的重大局面。 将在朝鲜待一天半时间,除了金特会后张美之间后续的进展,蓬佩奥平壤之行的议题,无疑是个解罪为关注的。 遣送美军遗憾,也为开作蓬佩奥此行的一个具体议题。 与韩国媒体报道,在美朝首脑历史性会晤之后,美国政府官员为报,正在朝鲜就落实美朝协议展开谈判, 从而为国务卿蓬佩奥绑朝军会美军英海做准备。 这将是蓬佩奥第三次访问平壤。 今年5月,蓬佩奥首次以国务卿身份访问朝鲜。 4月,10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蓬佩奥,以特朗普特使的身份秘密绑成。 根据美国驻华使馆的信息,访问平壤后,蓬佩奥还将在7月启程上访东京、河内、阿布扎比以及布鲁塞尔。 值得一提的是,蓬佩奥在东京将与日本及韩国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于朝鲜最终,完全可核查的无核化的共同决心。 5月,蓬佩奥赴朝鲜,与金正恩会晤,无核化时间表会不会出炉。 韩国中央日报中文网消息称,主流观测认为,白宫已经将契合路线图交到蓬佩奥国务卿手中。 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分析师帕特里克克罗宁推测,蓬佩奥宝朝可能与金正恩,讨论朝方续合路线图,或者至少敲定路线图有哪些关键步骤。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官方对契合时间表的态度,出现了两个版本。 CNN6月25日,播出蓬佩奥的电话专访,蓬佩奥在访问中表示,他希望看到朝鲜在无核化方面继续取得进展。 蓬佩奥说,我不打算为此设下时间表,不管是两个月或六个月,我们都有一在很快的时间里取得进展,看看我们是否能够实现两位领导人所要做的。 不过,蓬佩奥这一表态,和金特会刚结束后的声音出现矛盾。 6月13日,他曾说,美方希望朝鲜今后两年至两年半,即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四年任期前,就放弃核武器采取主要举措。 博尔顿,特朗普并一核心幕僚,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7月1日说,如果朝方同意合作,美方一定一年内解除朝鲜绝大部分大规模杀伤新武器核弹到导弹项目。 被问及此次平壤之行,蓬佩奥对得到朝鲜关于无核化鉴定和具体的承诺有多大信心。 诺尔顿是这样说的,朝鲜很清楚美方的预期,我们的政策和新加坡峰混识完全没有改变。 上述受访的专家李嘉诚说,制裁未解除不太符合朝鲜方面的预期,可能是激起了朝鲜方面的反感。 蓬佩奥这次访朝也会解释一下制裁继续维持的背景。 李嘉诚继续分析,前两天金正恩在中朝鲜进行一周进行了视察。 这可以看出朝鲜对外开放是基于一定厚望的。 朝鲜国内也可能已经做好了对外开放的准备,但美国依然维持对朝制裁的这种局面。 所以说朝鲜对外开放,现在也面临着困难。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TT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